你敢相信吗 在韩国国会门前一群穿着暴露 举着大旗公然游行抗议的 不是有正规职业的普通民众 而是一群常年做着瑟瑟交易的战阶女性 他们高呼呐喊 想要逼迫韩国政府承认他们的职业 让性交易合法 让他们能靠这个吃饭 而另一边在韩国被称为世母亲和的汉江 有关部门从其中检测的数据得出 蓝色小药片的含量竟然有超高浓度 这一切的背后 由于韩国疯狂至极的桃色产业 脱不开关系 当初被大众所熟知的性文化产业 那么必须的当属日本 这一文化在日本非常盛行 可是从2002年开始 韩国这方面的文化产业一度赶超日本 稳居亚洲第一宝座 但可笑的是 韩国在当时也立马针对此时制定了相关法律 对这一交易要言打到底 可是多年过去了 韩国这一产业没有衰败 反而是风头大涨 那么究竟是什么助长了韩国这一风气 而这一有色交易 在韩国到底泛滥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小编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可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讲 韩国汉江母亲核 能够检测到超高浓度的尾格成分 这绝非诱然 对汉江水进行检测的教授更是直言不讳 这应该与娱乐场所有关 这种现象只由尿液和服药后尿液的排泄引起 此外 汉江水中含药物成分的浓度高于平时 尤其是周五晚上 不得不说 韩国人对于这蓝色小药片的依赖性还挺高 不过这是否也间接解释了问题呢 我想我们的想法都一样 桃色交易自古以来就在进行 而且屡遭禁止 但这种交易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 虽然韩国自1948年成立以来 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 但是时尚 长期以来 这种行为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 韩国犯罪学协会 还进行了一项特别研究 调查20多岁的韩国男性 在浪漫场所的消费情况 最终结果显示 20多岁的韩国男性中 有20%的人 每个月至少有4次 与瑟瑟工作人员共度春秋 韩国桃子产业取得的收益相当惊人 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4%的经济 其规模几乎相当于国内农业对GDP的全部 2002年 韩国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统计调查 结果更令人惊讶 在韩国 一半的成年男性 有过桃子交易的经历 其中五分之一的男性 平均每周至少去一次封月市场 频率极高 就连日本男性都要甘拜下风 事实证明 韩国的桃子产业确实已经超越日本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在韩国举行的世界杯期间 韩国的桃子交易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全球文明 今年去韩国的大多数人 都是来韩国体验桃子文化 韩国红灯区不会错过这个赚大钱的机会 他们让从事桃子交易的女性坐在橱窗前 摆出各种姿势来吸引顾客 为了提高成功率 这些女性甚至为不同国企的客人 制定了不同的招揽计划 在短短两个月内 韩国的投资交易额达到了惊人的24亿美元 这其中的暴利不仅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发展 也使该行业的女性更加无法自拔 我不知道大多数从事性交易的女性的年龄 在韩国 老年妇女也参与其中 一些住在韩国首尔市中心的老人 经常到附近的宗庙公园散步休闲 在这里 许多老人汇聚在一起 下棋消磨时间 下棋下累了 就从附近卖酒的老太太那里买点酒喝 然而 这种购买葡萄酒的行为 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购买 他们还秘密进行一些活动 即桃色交易 这些在公园里摆摊卖酒的老太太 会给一个男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晚上桃子交易的地点和价格 如果对方能够接受 就会达成一项含糊不清的协议 公园里每天都有警察巡逻 他们负责检查公园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但如果我们不了解现状 我们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这样的老太太 在韩国并不少见 他们还有一个 称为巴克斯酒女 这是韩国的桃子贸易行业 无论是20出头的年轻女孩 还是老年女性 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这个行业 带来的巨额利润 2000年9月 韩国某处封业场所发生火灾 五名被迫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 被锁在家里 无法及时逃离 最后 他们被活活烧死 接受贿赂的警察 在接到报告后 表现得默不关心 他已经披露 就引起了韩国人民的关注 许多人开始认为 必须保护妇女 必须彻底跟除桃子贸易 这些理性的人 自发地走上街头 高举横幅反对桃子贸易 为无辜的女孩抗议 与此同时 韩国妇女团体 也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然后向国民议会 提交了禁止性交易的计划 经过曲折之后 该法案于2004年获得通过 它也被列为非法行业 与此同时 韩国警方也开始了 为期一个月的 针对该行业的罢工行动 在2004年9月23日起的一个月内 韩国警方逮捕了1600多人 但出乎意料的是 韩国警方不仅没有得到 这些性工作者的理解 还引起了他们的抗议 该法案的实施导致许多 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失去了工作 为此 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存权 他们开始绝食示威 2004年10月7日 2000多名在首尔 从事性交易多年的女性 聚集在议会前 举行大规模示威 要求议会废除 剥夺他们工作的法律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他们戴着统一的帽子和面具 然而 即使他们高呼口号 韩国警方也置若网门 继续打击该行业 2007年 韩国警方在全国范围内 捣毁了4万6千个红灯场所 并逮捕了从业人员26万人 可以想象 国土面积只有10.3万平方公里的 韩国风月会被摧毁掉这么多 尽管韩国警方多年来严厉打击桃子交易 但它也有副作用 为了继续工作 从事桃子贸易的工人 逐渐将贸易场所渗透到居民区 这种新的 激情的桃子贸易 很快成为一场大草原大火 并在韩国再次蔓延 与以前相比 它比以前好 在距离韩国光州 不到一公里的街道上 有200多家业总会 这只是一个门面 事实上 这些地方90%以上 都从事桃子交易 桃子交易禁令实施后 虽然这里的红等场所 基本关闭 但随后业总会数量 增加了4倍 桃子交易的规模 进一步扩大 这也许就是物极必反吧 要知道 韩国之所以成为 亚洲第一桃色大火 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和美国密切相关 他们是韩国风俗产业的祖先 1894-1895年 中日战争爆发前 韩国作为中国的附庸国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然而 1894-1895年 中日战争后 整个朝鲜半岛 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成熟的性文化 开始在这片土地上闪耀 韩国充分发挥了 当儿子的精神 为日本努力工作 当鬼子们需要服务时 韩国政府立即设立了慰安所 军队和警察一言不发地 去抢劫平民妇女 据统计 当时至少有14万韩国女孩 被迫成为慰安妇 后来 日本投降 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 在美国的支持下 建立了大韩民国 而日本所谓的劳军制作 则被韩国完美地继承下来 甚至成为韩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韩国建国初期 国内经济很糟糕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朝鲜的三分之一 很多人和家人去了朝鲜 韩国政府对这种情况感到慌乱 怕不是刚建国就灭国吧 因此 韩国政府开始向日本学习 公开鼓励家庭妇女出卖性 疯狂地给家庭为安妇洗脑 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为了抱紧老美地大腿 发展经济 韩国政府在美国军事基地周围 开设了无数红灯场所 大量女孩被送往美国军营 很快 韩国以其无耻的技巧 赢得了这个老美地经济援助 按道理说 韩国如此之多的女性都被折磨成这样 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吧 可是实确并非如此 韩国不少家庭 依然是饥寒交迫 后来带领着国民实现经济腾飞 得竟是一位日本军官 调正希 1962年 调警惠凭借军事证 便成为韩国总统 在他的领导下 韩国开始疯狂扩大 为美军服务的桃子产业 政府甚至未愿以为 美国军队服务的女性 开设了教育班 以培训英语合床上技能 正是因为这小销魂的技能 使众多美国大兵 对韩国女性流连浪返 甚至不想回到自己的国家 与此同时 老婆还对朝鲜人民进行洗脑 声称这些愿意献身的女性 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为美国军队服务 就是为国家争光 如果国家能以这种方式 变得强大 全国人民都会感谢这些妇女 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当时 韩国的教育水平很低 人民有着深深的自卑感 他们一直期待着 尽快振兴这个国家 听了这些话 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 响应了总统的号召 出卖肉肉的女性的地位 越来越高 晋明一度成为当时 韩国最受欢迎的职业 与国家公务员不相上下 成千上万的年轻女孩 一个劲地钻入红灯区 毕竟 在他们看来 这并不可耻 反而是自己爱国的表现 虽然这项政策非常荒谬 但它确实 让韩国赚了很多钱 如今 韩国各种红等场所 仍在蓬勃发展 这些地方背后的大亨 是老美支持的富豪 这些资本家牢牢控制着 韩国的经济命脉 即使是政府 也无法与他们竞争 从张子言胜利门事件中 就不难看出 韩国许多风俗场所 都装扮成 娱乐公司合业总会 迫使女性为富豪提供服务 尽管政府 已经做出巨大努力打击海关 但控制整个韩国的财阀们 并没有惊慌失措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这样一个 既能赚钱 又能自娱自乐的行业 如果我们说 在日本占领期间 韩国开设卫安所 也有被日本胁迫的意思 那今天的桃色贸易 就已经与韩国经济融为一体 韩国政府清楚地知道 要整治桃色交易 首先要整顿的就是财阀 但在今天的韩国 每个人都依赖财阀提供食物 衣服 住房和交通 更不用说平民无法逃脱控制了 甚至韩国总统在成为政治家之前 也是财阀的雇员 如此一来 手无寸铁的韩国政府 如何与富有而强大的富豪们竞争 所以韩国要想彻底整治这一行业 那可要做好准备呢